有看过地上的白骨 就在我的脚下 当初为了逃离中共 会是冒着这种死的风险 小王红脚到了 加油加油 小王红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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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了解到你是通过千辛万苦的走线 然后去到美国 还是直接到加拿大 就是在美国停留一段时间 然后从美国经过舌头的安排来到了加拿大 能不能跟我们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在走线的过程中 经历了什么困难啊 艰险啊 包括你为什么要冒着这种生命的危险 来走线 嗯 就说吧 这一路 我是经历了15个国家 然后 嗯 就是说我在从巴拿马雨林那个雨林入口要入口的时候 在那个卡普尔加拿岛那里 坐那个海盗船去雨林口的路上 我在那个岛上能卡了将近一周左右 然后呢 在睡那个鹅卵石的地面上睡了四宿还是五宿我记不住了 大概是四五宿那个样子 每天就是这么大个的鹅卵石睡上面 然后等着那个船 然后那个船它就是一个像什么样的一个木板的一个船 一个可以叫大飞那种飞艇那种很很不结实的那种船 然后它行程中的速度非常快 因为怕海警抓我们投渡者嘛 然后它是将近直角来来去运行的可见速度多快 然后我是坐在船头那个位置 然后它就上下颠簸 然后我的腰就是严重了严重的受伤 然后这段经历就是说幸好 我觉得就是说预认了一个阿米狗阿米狗就是西班牙语 就是一个西班牙那边的一个阿米狗 他是跟我十指紧扣来帮我走了两天 两天两夜的雨林走出来的 这个路通中我还做了那种独木舟 然后鲨鱼 鳄鱼不是鲨鱼是鳄鱼 离我们就基本上就是大概三四米那个距离了 很长大概一米一两米长 我都类似生死的原始雨林这些我都警惕过 对然后在走的路上还有的是骑马的这个路线 然后我就坐在马上 因为我从小到大我的一次马都没有骑过 就是为了为了逃离这种中共对我的迫害 然后这种求生欲吧 使我当初也是顶着腰杀 然后也是现学的怎么骑马然后走出来 因为地上都会遇见那种那种靴的很尖的那种东西 然后如果跌下马来会把身体给穿透了 其实我的手我都照片我都保留 在这个位置给我给我扎透了当初 就荆棘骑马的时候 因为马不受控制有时候就给我扎透了 基本上浑身都是傻 而且我的脚基本上能是我脚能负肿半倍那么大 脚全是肿的状态走一路 对这段经历就是为了 其实感觉有些时候 如果要不是为了逃离中共的那种独裁对我的迫害 或者是对其他人的迫害 谁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还经历走雨林这段路 现在有时是回想 是不是我记得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 我半夜起来我在睡猛了 我在找药吃 这就是 这段经历反正给我人生 确实是经历的蛮大的 你现在还在吃药吗 现在有的时候还在吃那种做睡眠的药 中共对我的伤害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很痛苦 是失眠还是做噩梦 就是有时候就做噩梦 就有时候都不知道在哪里 这段经历有些时候真的是不敢想 真的不敢想 那一共一共经历了多少天呢出来 一共我从出来的时候 我记得是从中国出来的时候 那会儿也是爬着他陪着我 我那时候让中共给我迫害的是 严重的抑郁症和严重的焦虑症 然后咳血咳了一个月 然后去医院去了 权威的医院至少能去了四家 权威的医院 都有严重的抑郁症和焦虑症 然后 舌头安排我们从越南爬山出来 那个山是90度的山 他问你出来多少天 就是说 从那开始算 一共经历了68天 从10月11号的时候出来 经历了68天 然后到到达的多伦多吗 对到达的多伦多 那你们俩是分开 就是你是走线 他是通过以什么途径 进入这个加拿大的 因为我有加拿大签证 然后他这边加拿大签证一直没有下来 然后我陪他从广西爬到越南 然后我们在一起飞到土耳其 我从土耳其飞到多伦多 然后我就一直在这里等他 对是这样子 当时你有没有感到非常焦虑 非常非常焦虑 我为什么戴帽子 因为我 因为我是10月底到的 然后他12月份才到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呢 我很焦虑 然后我在这里也没有朋友 我就找了一个地方 就随便找了一个地方 就住下来 然后我每天都睡不着觉 因为我没有时差 我一直 比如说他走雨林的时候 他没有信号 他走到一个有信号的 他会立马给我报平安 然后我就不敢睡觉 我就一直等那个消息 然后我的头就是焦虑到没有食欲 吃不下东西恶心 然后我的头发就是掉很多 那个浴缸那个塞都塞满了 我还要特意去Dolarama买 买两瓶那个通那个广道的去 去倒下去 对说非常非常焦虑 他当时因为这个腰扭伤了 他是真的 其实最早期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腰扭伤了 其实后半段他都是几乎不能走路 所以他一直跟我说他很感谢 那个一直石子相扣 带他走了好几天的那个 墨西哥Amigo陪着他 如果没有他的话 他真的会死在那个丛林里 真的 真的说 我也很感谢那个Amigo 所以他那个时候 他一给我打电话 一给我报平安 然后我就鼓励他 我说我在这里等你 我说你一定可以的 所以当时他来到多伦多的时候 终于通过那个舌头安排 再从美国走到多伦多 刚来这里的时候 我记得第一天 就第一天晚上 然后他就 半夜他就惊醒了 然后说要出去找药吃 然后我说你要吃什么药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问他 你记得这件事情吗 他说不记得 就是被中共这个迫害搞得他 压力非常的大 就是根本不是一个正常人 他来到这里 连续做了差不多三个月的噩梦 然后对 所以我们才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真的是一个很邪恶的一个党 就是黑社会 习近平就是一个 就是就不是人我觉得 再看了执政下 好的 就是一波洋给我们现在就讲述一下你在中国经历的一 什么样的这个亲身经历 就是让你下这个决心啊 一定要离开中国 跟我们讲一下 因为我在国内是那会儿疫情嘛 就做点小生意卖点潮流玩具的 然后那会儿就是经历这个生意之后就是 然后总翻墙嘛 因为有些国内他甚至有些就正常的生意的网络 他都不会让你去看得多封数啊 我为了查一些 一些行情了之类的一些一些小东小西的一些一些商品了 就翻墙 然后就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这些罪行嘛 然后我就是找一个找一个叫刘磊的一个人 我找他进货 因为我们这个圈子都是都是朋友之间介绍的 就找他找他进货 我就给他了20万块钱人民币 我就找他进货 然后他说他他是那个在天津那边认识 就是那意思就是黑黑白两道都认识 又认识政要又认识 背后有好几个大老板 对背后有这么多大老板 然后我就这一看挺有实力 然后就给他进货 进货之后哪能想他不给我货 不回我货之后 然后我就一气一气之下我就我就我就 我就报警 因为中途联系他他就不理我了 给我微信也拉黑了 然后我这钱做点生意我本来疫情都就没什么钱 多少钱 20万 20万 他他也不给我 然后我就一气之下我就跑到天津去报警去了 报警之后 然后警察就拿我的身份证还有电话 就做了一些做了一些记录 做完记录之后 然后我就回沈阳 完没过多久 隔了十天 然后天津就是派了六个人上门五个五个男的一个女上门就是可见说就是查水表那种感觉 然后第一件事就把我手机控制在那儿 嗯 当时都给我吓完了 我说是多大事儿这么大阵仗 我都吓得当时给我吓得真是真是满脑袋在恐惧之中 然后我调查我手机 那进来的时候有没有报自己是谁 没有 没有报 我都不知道是谁了 直接就传入 对直接传入 你给他们开门了吗 我当时在睡梦中的 然后就然后就就就就我都迷迷糊糊的睡梦中 然后起来之后他们就就过来 嗯 过来了就是就是敲门 然后就说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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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因为在中国那个地方一提到警察两个字 做做百姓来讲都都非常害怕 然后我就开门了 然后就是六个人就全闯进来 对 然后就给我进来之后控制我手机 然后就给我靠在凳子上上面 他们非常的恨 那个女的那些男的非常的恨 他们没有穿警服 然后你说你说她说她是警察 你不穿警服 我说我怎么知道你是警察 你有没有那个证件也不给 我说你为什么要进我家 没有搜查令 你搞笑的是她就随便拿出一张白纸 排一下就一张白纸就晃一下 然后就冲进来 什么东西就冲进来 然后就指着我们 够了就是就很凶 就就摁住我们的手机 也不让我们动 我就觉得莫名其妙 我就以为我真的感觉 我真的感觉是入室抢劫 所以说为什么大家都说 中国的警察就是 理事会就是流氓 真的是一样一样的 我们经历过 对 那怎么可能 然后盯着我们家看什么 看什么都好 看什么的 看什么都想都想要 嗯 然后为什么控制我那个手机 因为我总翻墙啊 然后总看那些真实的一些 一些报道 比如说六四了 然后那会儿其实我就有 有在关注王君陶主席 我就是那会儿就是总看总看了解一些民主党的一些事情 只是了解而已 但是我六四的那些东西看很多 包括那些比如说一些比较有名的那个YouTube博主了 讲的那些 讲的那些事情 大为 对大为看了很多人 就感觉 比如说谁啊 比如说是像那个陈破孔 陈破孔我就就看 然后那个江峰江峰漫谈 然后那个文绍蒋古今这些文章文章 对文章文章 可能时间长了没太记住 对就是看他们这些还原 还原历史的一些真相 对 然后有些时候就是看完之后 然后他们就然后还看一些他们 好多人发表的一些精彩的一些文章跟视频 包括镇压新疆西藏人民 然后又就迫害香港人民 就是反送中的一个条例我都有看 然后就给我去问我们这手机里都是这些什么 就精彩的文章 又看的是就拿这个来说事 你是下载了吗 他们怎么知道你看了呢 为什么第一件事 看拿拿我手机 因为我我现在在回想 我们每个人在中共的眼里 其实他都是透明的 我现在这么一下 其实我的一举一动全被他们解释 我看什么 因为我当初我绑定的Gmail的邮箱 我注册的 我当时不懂啊 我注册那个Gmail邮箱 就绑定我个人实名的手机号 所以说每个人都透明都觉得他们有可能通过什么技术手段 为什么第一件事来控制我的手机 就是他们那个刘磊和他们那帮警察 因为他是在那边有有很通天的本领 然后就把就把这个东西可能就他们背后里做做了什么毛利和手段 我就我就不清楚了就是这个原因 然后就调查我把那些里面所有的那些观看记录了 包括那些文章下载了 包括我在上面的评论的那些东西 就拿这个说事 你这属于你知道你这个多严重吗 颠覆国家中学就反党反政府 我说我没有反到给我吓了 我说我没有反到我没有反政府 给我吓了这么多人就太太害怕了当初 就是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后来你就是说因为这件事情导致你得了严重的这个抑郁症 抑郁症很焦虑症就是双向双向这些双向人格障碍 双向的属于就是两个混合在一起 当初想过好几次自杀 想过好几次自杀 不过他有一次在在拦我 我半夜我就想出去 我就我每天我都在查 我怎么死是饿鬼死的还是跳楼死的 还是吃药过量死 就已经给我折磨成这样 就中途他们时不时的还骚扰我打电话 我真是我回想起来我现在 我都觉得我就是我很痛苦这件事情 我每次想到这些事我就觉得怎么呢 怎么共产党能饿到这种地步 嗯就是第二天你是接到刘磊的电话 他在电话里面就有有有威胁你是吧 对有威胁我就是我当初回想起来 当初我他说那些想想告诉我那些我都不以为然 没想到他是他是动真格的 我给他钱 然后他 点解 他们的 警察然后就就来搞我 嗯像这种太恐怖了 你这种有自杀倾向然后严重的抑郁症 你是被这个沈阳市的精神卫生中心诊断出来的 对就是患有严重的焦虑抑郁 一般有自杀倾向就是医院诊断出来的 一般包括现在的这些东西我都我都留不住了 这都是都是真实的 这包括那些药吃的那个奥蛋瓶米蛋瓶 我吃了很多很多药 嗯 可是吃了好多好多药 搞得我的精神状态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差 就你要是就是全靠药物为吃 对全是靠药物 如果不吃药物 如果不吃药就想死 对 如果不吃药就想死 因为因为我陪他很久 然后说实话我看到那个状态真的非常的差 然后我我我我我也是吃了那个药 吃了那个药 真的是整个人没有食欲 然后不溫沉沉 真的很想吐 对就是说实话像傻子 对就对就是吃那个药 就把人就是吃傻了 一天我就 就是走走到就是晕晕乎乎的 然后就什么也不要 就跟傻子一样根本没有吃下 什么吃下 你当时也吃了那个药吗 我当时吃了 因为我因为我因为我 他一直陪陪我身边 靠我这种状态也给他带来了很大 很大的压力 对我想试一下 因为我看他因为我看他吃那么多药 我很担心就是因为我们也不是医学生 我没有学过医 我说哎呀怎么办呢你说这个吃这个药 怎么因为我确实是看他吃这个药 也根本没有好转 然后我也试了一下 我觉得哎 真的 这真的很难受 我真的 这共产党真的 真的太饿了 所以就是后来就是你是怎么知道 就是有这么一条途径 你可以通过走线哈 这个去寻寻找这个自由 你怎么知道这个事情 嗯 就说后来我是去了好多医院嘛 包括想刚才那个提到的想是精神卫生中心 嗯 然后包括杭州的第七第七第七医院 去完之后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差 那个时候因为我我还是有点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不能我不能再再这样下去了 就绝对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在想办法啊 好在我有点翻墙那个本领 嗯 我还能看到外面的世界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通过telegram 我就在上面我天天研究 然后就在telegram 先是在推特 有个叫边境杀手的一个人 我就进入他们那个偷渡走线群了 进完之后呢 我在里面聊聊聊之后 认识一个舌头 他名字叫那个霸道总裁 然后聊聊聊之后 因为也在也也聊了将近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 大概大概大概半个多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一从从9月份开始经历这个事去医院 感觉中心状态不行 嗯 我就觉得我不能我不能我的人生 我就死在那片那个那个地狱里面了 然后联系之后就通过这舌头给我安排 就是我就是纯是这样通过自己找 天天在聊天天确认是不是靠谱的 这样抛出来的 嗯 翻越南舌头给我安排从从越南翻出来 90度角就是这样 嗯 你经历了越南老挝泰国 泰国 泰国 阿曼 对对对对这段经历我讲一下就是在那个在威迪马拉坐那个大巴车的时候 大巴车的时候 然后就是那将大巴车突然停下来 停下来之后 就有一个黑警 上去就把那个头套他穿的都是警服威迪马拉的警察把头套套上之后拿着冲锋枪就进来进来抢劫 嗯 嗯嗯 但是当时拿枪的时候我也非常非常害怕 嗯好的哈 现在我们讲一下就是你到达加拿大以后 嗯 中国民主党的编辑 就是后台的这些每次活动都是我写的然后传照片 我是担任编辑 包括我也参加了很多活动比如说是资源西藏游行的 嗯我从1月2号加入的 那现在经历了西藏游行反23条的活动包括冯玉兰女士的人权奖 包括派穿单的活动包括接下来的六四包括王俊涛主席 王丹还有盛雪女士这些大咖级的民运人士过来之后 我还担任了这个主持的这个这个这个工作 所以说我觉得我我是一个亲身亲身受迫害者也是不远万里来到了 真是很远很远经历了刚刚讲到这些 我是真的想尽我的所能跟共产党抗争到底不惜一切代价抗争到底 因为他们实在是太邪恶了 因为我是经历过死亡边缘的人在在我我现在无所畏惧 无所畏惧 我甚至知道他们中国共产党的恶坏 然后只会逗人只会整人这些所有的手段和最邪恶的东西我都精神经历 我我敢于跟他们抗争 嗯 我也说白了我经历过一回死亡死亡的边缘 我也不怕死 嗯 就是说在路上我也是亲身经历 在走雨林的这段路我确确实实实的有看过地上的白骨 就在我的脚下 当初为了逃离中共 我也是冒着这种死的风险去去做的 现在你看我都控制不住我的情绪 嗯 这段经历也算是死我一回的人 所以说就是要逃离 逃离地狱 所以说我也很庆幸能活着走出来 真是非常非常庆幸 也能给我没有把我的人生断送在我33岁的时 33岁的时 所以希望接下来确实能 能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更好地活下去 嗯 时间点准备 Pat生太平洁 tan足 woh 这条路 essay的经理 你怎样懂物传统 提供很深 bul 中间你的空间 他独立了 没想到这个万一 去的非带刚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湾的未来